大家好 我是高登仔 今天我想講一個題目 ERROR193開了一個網店 說客人是問不問 連登就追擊他 然後他親自揭真相 話說193在連登那裏 和一班連登仔開戰 開戰到娛樂台甚至潮流台 標題環繞193國家盡 原來整件事沒有開始 193終於回應了一件事 193因為之前的言論 全TVB 全高層 令人氣急升 連帶ERROR的人氣都直接被他拉高了 花姐ERROR的節目更加被人再次炒熱 但做藝人的言多必失 根據報導他在連登那裏搞出一個大託佛 說自己在今年1月開始的網店賣帽 因為有人說未收到貨 分別在2月8月向母店和193的IG查詢 出貨和退款日期 一直得不到回應 最後選擇在連登公開星圖193 結果193的網店就馬上回應 更加把INFOX和賣家退款的時機截圖放上來 在IG那裏 然後回應就說 包括你懂不懂中文 即是說那個人 你1月入錢是做甚麼 混亂不知道你在做甚麼 還是燒給你 那樓主一直得不到193和網店的回覆 據報導說 他決定在連登公開此事 結果193終於肯回應 而且公開和買家在IG的對話 對話中 193剪買家所訂的帽 已經在去年9月30日之單 已經沒有再出售 而這個賣家在1月以payme形式 付319元 迫以逐回覆 你懂不懂中文 1月入錢來做甚麼 其實事件是說 其實頂帽在193的網店 去年9月31日已經是沒得賣的 但買家依然在今年的1月 以payme形式進去 那我就覺得 那就很搞笑 假設193的網店 將我頂帽已經著名賣完 而我硬有個人 因為payme不需要特別的認證 你就這樣傳入別人的帳戶 說我給了錢 你為甚麼不給我呢 那又好像比較好 那所以 其實這件事 可能都是193 沒錯 但處理手法 就值得商學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193 就在回應之中 就說人家是否文盲 就是叫人家 懂得看電貨 已經銷售完了 你還入錢給我把X 所以 其實我覺得 沒有對錯 但一個是193的公關災難 而我的網民也說 你退錢 又不退錢給我 但是 193強調 Google form 去買東西 是193強調沒有此事 因為 沒有想過 突然間 在網店去年 年尾進入荒廢狀態之後 沒有人想過 會在截單之後 三個月突然入錢 所以 193也沒有回憶 所以 覺得 很受委屈 覺得 我的網民 是否也罵了他 那 也有 那間公司回應 引發多過 193 不單有 unfor他的IG 而且 也不想 因為這件事從看TVB 193公開事件道歉 這樣 就說 ViuTV努力這麼久 一撈就搞定 給193 不過我又覺得跨一點 這個 第一藝人 他不是以自己 ViuTV的賣物 他是以自己私人名義 在網店賣帽 那你和他的糾紛 就在網店解決 你又不關你 他不是說 收不收看ViuTV 或者看ViuTVB的事件 對不對 所以 我又覺得 不可以這樣 去 把兩件事 連在一起 去說 OK 所以 又說 好像剛剛說 你無緣無故 給人入了錢 我的卡 但是你又說 已經賣了貨給我 其實是未必對的 所以 我覺得 這件事 就真的 不可以這樣 相提並論 所以 所以 我經常強調 這件事 不是對與賽的問題 是公關災難的問題 如果給我高登仔的意見 就是 193的處理手法 可能真的值得相確 可以做得好些 有些公關的技巧 不用去到這件事 如果給我做錯 真是不好意思 其實你無緣無故 傳錢給我 而我的情況 我已經受慶了 去年的年尾 去年已經受慶了 去年已經受慶了 所以我現在 退錢 有些對話證據 其實不需要鬧到這麼僵 就是這樣 所以 我自己高登仔 就 還引起王子華那句 人無公關 就是 XXX 就真的慘了 所以每一件事 人 做每一件事 都是靠公關手段 如果沒有公關手段 真是吃得屎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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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